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新巴威前总统穆加比,Robert McGaib,上月下台,结束37年铁腕统治,主导政变的新巴威国防军总司令启文家Constantino K.Wager被任命为副总统,周四,28,宣誓就职。 法新社报道,61岁的齐文家在首都哈拉雷宣誓就职,称为新巴威两位副总统之一,他誓言将忠于新巴威服从维护和捍卫宪法,身穿一袭黑漆装的齐文家说,我将全力以赴,尽我所能地完成任务。 齐文加上周刚退伍,一个多月前,他主导的军方政变在11月15日暂时掌控国家大权,六天后执政37年的穆加比宣布辞职。 几周前被穆加比解雇的前副总统姆纳迦瓦·Emerson Nangagra宣誓就任临时总统。 资深政治人士长期担任国家安全国务部长的莫哈迪·Campo Medi也在周四宣誓就职,成为第二副总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